大量的自来水不断从中山区中和路的公车大干零一 占后面的挡土墙排水孔冒出来 造成路面湿滑 机动市议员张炳君接获民众反应后前往会刊了解 也希望水公司等相关单位要尽快处理 避免造成民众的不便甚至是受伤 年初的时候就接获到我们很多民众反应 在我们大干零一发生我们挡土墙有漏水的问题发生 那经过调查之后才知道其实它是美之国社区 它上面的蓄水池 因为是它的遥控浮水阀然后损害 造成它的水会不断不断的溢出 然后进油这样溢出之后流到我们中和路上面 那也造成不论是在我们大干零一等候快捷公车的民众 或者是要回归大干零社区的这些民众 其实在经过中和路的时候 时长都会有被这些水溢水的问题见得满身都是 甚至还有人因为这样子造成摔倒 交通意外的发生 那秉均这边已经有立即来去跟我们栽埃水公司 还有建造单位来去做协调 是不是可以在尽快的速度上 赶快把它的遥控浮水阀 把它修缮完毕 让它的水不再溢流到我们中和路上 因为水流出来 第一个浪费到我们水资源 第二个它甚至有可能造成我们用路人的交通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需要自来水公司重视这个问题 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保护好我们所有基隆市民的安全 张比军进一步表示会持续关心这件事情的进度 直到修复为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